华人天后李文coco于7月5日离世 终年48岁 其桑李佐 金三十一 一日在香港殡议馆举行 虽然李文死因仍留待法公布 但包子李斯林曾透露妹妹的人生死学士情 而早前李文与加拿大及富商老公Bruce Rockowitz旅传婚变 其二人已经分居 昨晚 Bruce与两名妓女为避开传媒 头一行人经由后门进入殡议馆 为金晨大炼仪 却一直不见身影 直到灵鹫送网哥连晨脚火葬 后 Bruce才与好友盛志文乘坐七人车道场 金晨约十一时 Bruce乘车直驶李堂门口 下车后便急步走进李堂 大随即关上 据悉 原本由李文分居老公Bruce按下火化牛 但最后他让给李文两位姐姐按下火化按钮 话仪式结束后 Bruce有几名川黑山保安护送下不出 葬场 在场传媒及粉丝一拥而上 期间Bruce以英文发 对王七的最后宣言 I love Coco my whole life 为大批情绪激动的粉丝对 大叫Liar说谎者 还我Coco 杀人凶手 带Bruce登上座驾后 粉丝还不断敲打骑车窗 现场一片混乱 在场变衣景 健壮及出手阻止 星岛头条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 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明镜与点点栏目